哈囉大家好我是愛麗絲 現在看我素顏是不是覺得 很久沒有看到除了保養影片以外 一開始就會素顏的狀態 今天呢就是要來跟大家做一個久違的主題 就是粉底實測 這段時間呢我其實入手了一些新的粉底 會陸續跟大家更新 那今天主要就是來跟大家分享這一罐 它是植村秀最新的無極限超輕實粉底液 然後它的防曬係數有SPF24PA三個加 我覺得以接下來春夏的防曬係數來說的話 我覺得稍嫌不夠 所以呢在我們上粉底之前呢 我們先來上一個防曬 那依照慣例我們先來看一下我今天的肌膚狀況 拉近給大家看 一樣臉頰這邊有毛孔 然後我這邊長了一些粉刺啊痘痘 然後黑眼圈 鼻翼泛紅 毛孔黑眼圈 然後有一些痣 然後嘴角呢 因為我這段時間保養蠻勤的 就是都沒有乾裂的狀況 下巴粉刺跟泛紅 然後額頭呢就是比較 平滑的一個肌膚 好那整體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好那這罐粉底呢是我跟朋友借的 那我跟他借的色號是674 我覺得用起來對我來說其實還蠻自然的很好看 那我們就先來上他的這個 紫唇熊的這個防曬 隔離霜 這一罐我有點久沒有用 因為我覺得用起來 整整的感覺 我覺得 我還是比較喜歡 蘭蔻跟那個 加丹尼爾 還有契爾氏 但是這個我之前其實也用了 三分之一條 欸這樣子差不多 三分之一條了 其實有一段時間都是在用它 那它其實也非常的輕薄 然後這個是沒有顏色的 就是當一般的防曬 勢底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天氣呢 越來越熱了 大家防曬要記得做好哦 接下來我們來上粉底 那這罐粉底呢 我剛開始用的時候 已經是一開始就是災難 紫唇熊的粉底好像 在我的臉上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要不就是太乾脫屑 要不就是 不合適 那這罐呢 我剛開始也是有一個災難 但我已經試用了好一段時間 終於知道說 在我的肌膚上面 狀況會是怎麼樣子使用它 會是最好 那我先講一下這罐的 痾...心得 就是淺淺的心得 那如果要完整的話 就可以跟實測一整天之後 它整體來說還是偏乾 所以我會建議 少量多吃上 或者是你前一天晚上的保養要做好 甚至你妝前的保養 也是要有一個比較保濕的狀態 那我自己呢 是混合拼乾肌 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相對的乾肌的人 一定要特別注意 再來就是它的用量 它的用量只需要這樣子 非常小的珍珠大... 珍珠粒大小就可以了 然後我會把它平均的... 點在臉上 粉底刷的話 我是用他們家的這一顆粉底刷 粉底刷的話上起來是比較薄透 然後是比較霧感 然後非常的不會黏 但是如果你是用美妝蛋的話 它就會有點稍微的光澤感 會比較有一點保濕力 所以就會比較黏一點 那就看大家喜歡怎麼樣的妝感 去取決於你的上妝工具 那它呢其實用量為什麼這麼少 因為它延展度很好 所以你看 我就會上我半邊臉 它是一個非常薄透的狀況 那我們拉進來 上另外一邊 它是... 很薄透 可以很快速的 上完底妝 這是一種無瑕感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這樣子的用量就很足夠了啦 然後通常這時候呢 因為我想要再遮瑕一下我的黑眼圈 跟鼻液的地方 所以我會再擠一點點 因為這款粉底液呢 我一開始其實就是擠蠻多的 然後就發現就是太乾或怎麼樣 那如果你是這樣子 少量多次的疊加呢 它就會改善這樣的狀況非常的多 好就可以先把它點在 你要遮瑕的地方 它延展度很好 那遮瑕力真的是也蠻厲害的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這黑眼圈其實已經遮掉 七八疼了 所以如果帶這罐粉底液出去啊 是不用太特別 如果你沒有太大的瑕疵的話 其實是不太需要多帶遮瑕 遮瑕產品的 好 現在整體上完妝了 給大家看一下 用粉底刷上起來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很薄透 然後是霧感的 但是呢卻不會黏 都不會黏 然後連鼻液這邊都不太會乾 因為很薄厚就刷過去 可是遮瑕力你看 就有達到七八層了 整體拉遠的話就是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呢 我就先去把我的妝都完成 那現在的時間呢 是12點05分 那我們就算12點 那因為這一罐粉底液呢 主打的就是持久遮瑕 然後讓肌膚會有一個 呼吸的感覺 不會覺得很悶熱 那我們今天一整天下來 就來看看有沒有達到 它們所要的訴求 但是今天天氣也蠻熱的 就是現在的天氣慢慢轉變 越來越熱 我們就期待今天一整天的實測吧 好那一塊今天真的蠻熱的 我怕等一下會流很多汗 我還是上一點點蜜粉定妝 但其實它整個妝 如果你連你的彩妝都上完的話 基本上它是不太需要上蜜粉的 那我今天來上一點 MEGA FOREVER這個蜜粉 我上在輪廓的地方 然後臉頰竟然就保持它原本的狀態 好那我接下來繼續把妝容完成囉 今天天氣超級好 然後要跟男朋友去約會 要入鏡了 所以就持續記錄今天的實測啦 我現在有人體腳架 哈囉大家現在是下午的3點42分 距離我上完妝已經過了3個半小時多 那我們先來更新一下底妝狀況 然後先來看鼻翼 鼻翼你看這裡 基本上已經只剩下兩三層的遮瑕 基本上掉了差不多 然後我一直在流汗看鼻頭的那個 汗水就知道 然後臉頰的部分 我覺得還維持得很完整 下巴也是 這邊都還蠻漂亮的 那額頭的話我有流汗 也有把汗壓掉 但整體的狀況看起來 都還是很漂亮 那基本上3個小時是沒什麼太大的差異的 還是一個很完整的狀態 那今天應該也可以實測到滿晚的 我們就期待一下接下來的實測狀況吧 這段時間天氣真的是太捉摸不定了 我一下子很冷 一下子很熱 哈囉大家現在是晚上的6點07分 然後距離我上妝已經差不多過了6個小時 我們來更新一下底妝的狀況 因為我現在才在外面 所以車子經過會很吵 所以就請大家多見諒 那我剛剛有用鏡子稍微看一下我整體的狀況 我覺得 除了我流很多汗之外 其他都非常的完整 那鼻翼這邊的話 其實也是宣告失敗的 我覺得我鼻翼這邊真的是非常難維持 但主要就是下面這邊嘛 因為會擦汗 所以人中這塊有點脫妝 但基本上 其他的 臉頰 額頭 除了很多汗之外 你看我頭髮都黏住 其他的整體狀況都看起來非常的OK 那我應該還可以持續的記錄 那我們就期待之後的實測吧 哈囉大家 現在是晚上的22點26分 就10點半 那好像戴妝差不多已經超過10個多小時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現在的底妝狀況吧 我剛剛有用鏡子很仔細的看過 我覺得完整度非常的高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先從臉頰這邊開始 臉頰的話呢 我覺得都還是蠻完整的 但眼下這裡你看有一點點 肌線跟脫妝 這邊臉頰也很完整 再來到鼻子 鼻翼的話這裡有點亮亮的 有打亮也有出油 鼻翼下方這邊呢有脫妝 然後基本上 泛紅已經看得到剩下一兩成 甚至是全部都脫妝的一個狀況 然後這邊呢 痘痘也被看到了 眼下一樣的狀況 然後臉頰這邊其實還很完整 然後這個光澤是有一點出油的狀況 再來是額頭 額頭的話亮亮的反光也是出油 但是呢整體看 整體看起來的話其實還是非常的完整的 那因為我是混合偏乾肌 所以這樣出來的狀況 對我來說其實是非常的OK 加上這裡只是看起來亮亮的 但其實你摸起來完全沒有那種油感 而且不會是因為你這樣子摸 然後它的那個粉底就被推開啊 或者是怎麼樣的狀況就毀掉那種狀況 完全沒有 所以這一罐的持久力真的非常厲害 好 那今天呢就來跟大家總結一下 我這段時間剛好有遇到天冷的時候使用 跟比較熱的時候使用 來跟大家做一個總結心得分享 那今天實測的粉底呢 就是這一個 植村秀的無極限超實清粉底 那它的防曬係數是SPF24PA三個加 以防曬係數來說的話 一開始我就說我覺得在接下來春夏 會有太陽的一個狀況下是非常不夠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妝前搭配其他的防曬 再來呢這罐粉底液呢 總共有24個顏色 色號來說是非常的齊全 你不管是暖色調的膚色 或者是冷色調的都可以有做選擇 這些一直以來都是植村秀家他們家的特色 我覺得他們的顏色完整度非常的高 再來呢它的持久力真的非常的厲害 我今天一整天下來 你看十個小時 有曬太陽有流汗吹冷氣 一整天下來十個小時的完整度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很厲害 那我之前呢在冬天使用的時候呢 是會有一個偏乾的狀況 因為我自己是混合偏乾肌 在冬天來說的話肌膚的狀況是會比較乾的 如果跟我一樣的肌膚狀況或者是偏乾肌的話 在保濕上面就要做一個注意 其實呢就是你前一天的保養或者是妝前一定要做好保濕 因為在前一陣子比較冷的時候 我剛開始接觸它的前兩三次 用它都有一個很可怕的脫皮的狀況 就是鼻子這邊呢就會有那個斑駁的那個屑屑 真的非常可怕 而且粉底用量也比較多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會比較乾 然後那個粉底的乾燥感啊真的是 會讓我覺得很害怕這罐粉底 但是用久了之後呢 你越來越抓到它的感覺 我會覺得這一罐粉底是越來越好用的 那以它的持久力跟它的完整性呢 接下來穿下會是一個真的不錯的粉底 那今天上妝方式呢 是用植村秀他們家的這一支 55號粉底刷來上妝 那你呢如果是習慣用美妝蛋其實也可以 上妝的妝感呢就會比較亮 然後比較保濕力強 但是呢我後來發現它用粉底刷來上的話 底妝會更薄透 而且是呈現那種霧感 然後不會黏膩的 所以我這段時間後來都改用刷子來上妝 整體來說我是比較偏向刷子的感覺 但這個部分呢就可以依照大家自己的喜好程度 去用美妝蛋或是刷子來做一個選擇囉 我剛好手邊呢都有這兩罐粉底 嗯...這罐呢天生光圈 大家應該有看過實測就是一個 會是越用越喜歡 但是不會是一開始就很喜歡的 其實這一罐無極限呢也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但以這兩罐來推薦的話我會比較推這一罐 因為這一罐整體來說我覺得它的保濕力還是比天生光圈來的好一點 在我臉上使用起來的感覺啦 因為剛好這罐實測的時候也有比較熱的時候 整體來說在於保濕力啊或者是延展性啊 我真的會比較推薦這一罐新的無極限粉底 那這一罐粉底呢看起來也是沒有暗沉的一個狀況 嗯...膚色呢還是維持的很自然 因為我這一罐呢剛好是自然色 沒有偏白的一個狀況 那我覺得整體看下來呢還是一個非常完整的 不會有那種暗沉肌膚暗掉的那個狀態 那這罐的遮瑕力我也覺得很好 單薄薄上一層呢就可以有中高的遮瑕力 那疊加的話就可以有比較高的遮瑕狀況 但是就因為這樣子啊像我眼下這裡比較乾 就會有出現剛剛這樣子肌線啊比較脫妝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真的是譬如說你的肌膚比較乾 或眼周比較乾的話這一點真的要做加強的保濕 所以接下來夏天呢使用這罐粉底 我覺得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有任何疑問歡迎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這影片按個讚 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美妝的分享 或者是生活動態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哈囉大家 現在呢是晚上的11點21分 因為我還沒有去洗澡卸妝 才剛把影片過出來 然後我想說 這個時間呢這樣子紀錄下來已經11個小時 我覺得可以再跟大家更新一下 雖然剛剛已經跟大家總結了 那現在底妝狀況 基本上就是待在室內 一樣 很漂亮很完整喔 好啦 這次真的是 再見囉 我們示範 會 hostile 於 谢谢大家